好各位老师好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Google这个好东西 那呢我想各位应该都已经 对于Gmail很熟悉了吧 对不对 Gmail就在这里 好然后呢您应该也跟我一样 有一个账号 那我这个账号可是全新的哦 我是特别为了大家而设的 因为呢我旧的账号看起来 已经非常的混乱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用一个新的账号 一切重新开始 让你看到呢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来使用这些东西啊 OK好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个Google的账号 OK好然后呢你登入了之后 好那呢应该会看到 您常用的Gmail在这里 好但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看Gmail 因为Gmail的话呢 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 虽然Gmail里面也有些东西 你可能不太熟 OK不过没关系可以用就好了 嗯这个很重要 先可以用再说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看 Google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有用的东西叫做云端硬碟 好那呢 如果您进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长相的话呢 好在上面这一排 上面这一排的话呢 您就会看到一个更多 更多里面的话 你点下去 有没有就有一个云端硬碟 好云端硬碟 你就毫不犹豫的把它点下去 好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整新的气象 OK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云端硬碟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啊 好那这个东西的话 好像没办法翻译成英文 没办法翻译成中文 好anyway它是呢 叫你说呢 在你的电脑里面呢 也给它装云端硬碟 好也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电脑的啊 电脑的硬碟里面也给它装个备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 OK不过这个备份的话是一个会同时同步的一个备份哦 OK那你呢 呃就有点像dropbox那样子啊 OK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啊 你就在底下这个no thanks给它点下去 嗯那因为我电脑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账号的 所以我就不打算这样做 所以我就给它点一个no thanks 那你点一个no thanks的话呢 就会进到这个所谓的你的云端硬碟的这个页面来啊 OK好那呢 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德性啦 OK好你看空空的 它说透过Google云端硬碟 你可以使用任何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及一般电脑 随时存取所有的档案这样子 OK好那时候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这个这个界面 首先我们就看到Google 这没问题大家都知道 人所众之的Google大神 好接下来的话你会看到云端硬碟 也就是说在Google底下的一个云端硬碟的服务 好然后呢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会有一个这个搜寻的这个小格子 那这个搜寻的小格子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等到你以后云端硬碟用得很熟了以后啊 你有时候东西很多 那东西很多的话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的有条理 像我就常常有说没有条理啊 有时候东西呢往上面一丢就不管它了 好那等到你要搜寻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那它这边的话你看 它除了提供让你可以打关键字 好那比如说呢你要打那个test 对不对 好跟考试有关的 好它还提供什么 它还提供你可以先限定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你可以搜寻资料夹的名字 你可以搜寻是图片 绘图啦图片啦 好PDF档啦什么之类的啊 好什么都有啊 好你也真觉得可以限定说呢 你那个是公开的还是你那个是你私人的啊 好ok或者是呢是你自己的我拥有的项目或者是别人分享过给你的啊 你看好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设定来搜寻 让你能够比较好搜寻 很厉害吧 好ok好 所以这个其实等到你以后呢 档案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好好的来利用的 好ok好 然后呢云端竞叠 好那你也许有个疑问就是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左上角啊 左上角那边呢 的那些的什么什么YouTube啊 什么新闻啊 什么东西跑哪去了啊 那呢原来Google都是很一致的把它排在这里啊 但是呢他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啊 觉得呢大概觉得这样子这个版面有点丑 所以呢他就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 有没有 好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在这里呢你有看到一个小小的神秘的九宫格 这个九宫格的话呢 你就不要疑惑把它按下去 不会死 好OK 好把它按下去的话你就会看到 有没有 好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功能呢全部都出现在这里 嗯好包括呢Google Plus Google加 Google加的话呢就是跟Facebook有点一样 但是他好像永远没办法像Facebook那么红奇怪 好Google搜寻就是你一般的看到的你的那个Google画面 每次你就说我们来Google一下吧 好那你看到就是这个Google的画面 好好YouTube就是可以上传影片好那您如果原先不知道的话 现在你就应该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Google的账号的话 你有一个Gmail账号的话呢 你就可以好您就呢可以呢上传影片到你的YouTube账号也就是说呢你的Google账号就是你的YouTube账号好所以其实呢现在如果您要上传你自己的教学影片不管是您自己录制的还是您找到的好其实呢都很方便只要没有版权的问题的话好 Google Google地图没问题 Google Play Play是干嘛咧 Play这个东西啊好其实呢就是会跟你的那个平板或者是手机结合好来用来下载所谓的应用程式所谓的大家一般讲的APP啦好 ok但是请你要讲APP不要讲APP好 ok好也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用来呢呃管理呢应用程式啊或甚至于你买的书本啊音乐啦影片等等好 好Google新闻没有问题吧你如果有时候要查询新闻的话这个还是一个蛮方便的好Google Gmail没有问题云端定谍嗯在这里又出现了Google日历有人用线上日历其实还蛮方便的更多 然后还有这些比如说翻译也蛮常人用蛮有人用的啦好甚至于呢部落格也可以使用 好那Google其实都很努力的把它这所有的服务呢都连接在一起啊好OK好那我们呢慢慢的就会知道他呢呃连接的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啦好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透过Google云端定谍好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这个Google云端定谍然后底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按钮好应该说是大按钮跟小按钮好好那非常重要的这个红色按钮的话呢建立好然后这个叫做什么上传有没有建立上传OK好那建立就是建立什么呢我们把它按下去看看好建立什么 好资料处资料夹文件文件文件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呢这个office里面的word这个东西好简报简报就相当于office里面的对powerpoint有没有好OK好然后呢试算表试算表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office里面的对excel用来算成绩的那玩意儿好好再来呢表单表单的话呢就相当于呢呃相当于什么呃没有相当于什么 好表单的话呢就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Google问卷好OKGoogle问卷也就是说因为有的人听到表单就会想要表格可是事实上它不是表格好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因为呃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可能是因为英文它是叫做formFORM所以呢他呢翻译叫做表单好那这表单的话呢就是呢一个很功能强大的一个问卷啊或者是呢呃一种 储存资料啊好收取资料储存资料的一个呃一个工具啊好OK那各位老师有兴趣的像什么线上测验啊及时回馈啊计算成绩啊好都从这里出来好OK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绘图好绘图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画一些简单图形啊好OK好开启更连接更多应用程式这个我们先不管好因为这个稍微比较有点高深而且这个你呢从别的地方也可以连接 好好好那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然后这边的话呢建立这边有这些上传上传的话你也可以什么上传档案你也可以上传一整个资料夹嘿了不起吧好OK好那上传档案的话几乎是没有什么限制什么叫做没有什么限制呢比如说你也可以把人家给你的PDF档丢进去图片照片丢进去Word你说啊那我那些什么Word的档可以丢进去吗可以啊好OK好 几乎没有什么不能丢进去的好连影片都可以丢进去啊好只要呢不要超过这个云端硬碟的一个大小好好那云端硬碟的话基本上呢它就是25G啊好应该是15G吧我这可能有加强过好OK那这个15G啊15G的话事实上是你呢用Google的东西所有用Google的东西的一个总和好也就是说你Gmail可能会占一些些 相片可能会占一些些云端硬碟可能会占一些些好不基本上应该是用不完的才对好OK好那呢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分项我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些的了解会比较好好我的云端硬碟嗯就是呢属于你的东西啊好你的资料夹你的档案好这边有个东西叫做与我共用的项目好这个与我共用的项目还蛮重要的 好因为呢云端硬碟其实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所谓的共享就是别人的档案呢可以跟你共享好或者甚至于所谓的协作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个东西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一起来写一个东西啊好好那呢凡是别人跟你分享的东西的话呢就会出现在这里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请学生跟你分享一个资料夹的话你不要在这里死找活找 好你说为什么没有到我一段硬帖好因为呢他把你放在与我共用的项目好好那基本上这个与我共用的项目呢不会占你的空间你看很好吧好所以呢为什么我每次都跟老师讲说你不要帮学生开资料夹好因为你帮学生开资料夹的话就占了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你叫学生开个资料夹分享给你这样子的话是用他的空间不是用你的空间OK好好 所以这个是与我共用的项目再来的话所谓的星号标记星号标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好也就是说呢那个档案啊好档案前面的话你可以给他加个星号好OK什么叫加个星号咧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试试看什么叫加个星号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建立建立的话呢我就来建立个文件好吧好我们先从建立文件文件最简单嘛文件的话就是打字啊就是word对不对我们刚讲过就是word好 好所以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文件好那我们呢开出来是长这个样子哈那这边有一个东西这边他你还没有给他这个档案名称的时候这时候你会看到无标题文件无标题文件那你说无标题看起来有点讨厌呢好好那呢怎么改叻嗯很简单你就直接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标题上面按一下好标题上面按一下好你就给他一个标题比如说今天是20140708嗯在家里为各位录制这个影片嗯OK好那我就呢20140708确定有没有就改好了好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一个这个嗯我说呢这个哦来 今天的今天的课程内容重点 一Google基本使用 二Google 好每次都会忘记自己是 要用 好 中文Google 中国 啰 sew я 基本 功能 使用 好比 Brendan 说这样子好保可以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些 voilà tedious 暂时际 好那 activities 好哪位老师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个所有变更都已储存也就是说你不用像你就像比较像什么 volume 不用像word的那样子一定要按償存 你随时打 它随时就帮你存起来 真是太美妙了 好 那你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档案名称 旁边是不是有个星星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星星的话呢 如果你认为说 这个文件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 你觉得它很重要 好 那你呢 要随时方便找到它 那就请你把它加上一个信号 有没有 好 那取消怎么办呢 你说哦 那等到很久了以后呢 那如果呢 它不重要了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你就再按一下 它就没了 有没有 好 就这样 很简单 这样 OK 好 或者是呢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云端硬碟里面 我的云端硬碟里面 你看它是不是已经帮你升好了 升好了这个档案 好 这边也有一个星号 OK 你如果忘记在刚才这里 加星号的话 那你也可以回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档案列表的页面 好 这边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加一个星号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到这个星号标记那边去看 你就会看到它 有没有 好 是不是很容易呢 好 OK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在这个示范星号标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建立了第一个档案啊 好 OK 好 再来的话这个叫做近期 近期的话也就是说你最近编辑过的档案 这个也蛮方便的啊 因为呢 有时候它的那个整理啊 有时候会有点怪怪的 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这个啦 所谓的 它这边不是有标题吗 拥有者 对不对 还有我上次开启的日期 这个我上次开启的日期其实还有别的 比如说什么编辑的日期 修改的日期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去做一个这个 去做一个排序啊 好 那可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它其实有时候它会有点傻掉 应该要这么说 那这时候通常我就会如果我要找呢 这一两天学生教的东西的话 我就按这个近期 那近期的话它就会按照呢 这个时间啊 好的先后帮你排出来 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分享给你的 通通会一起排出来 OK 好 垃圾桶 那我们现在都还没 呃 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好吧 以前弄过的东西 不好意思 OK 好 那呢这个你看好 我呢 丢到垃圾桶的东西啊 你看还在这里咧 对不对 好 那 嗯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在Google云端定点里面呢 你呢删掉的东西 删掉的东西的话呢 其实呢都还会放在垃圾桶啊 好 他不会马上把你扔掉 你看这个已经放多久 2012年9月的东西啊 好 但是你如果实在是看它很不顺眼啊 比如说有的人有种 清垃圾的强迫啊 好 那你也可以就把它怎么样 全选 这边最上面这个 就可以一次全选 永久删除 然后他就问你 你是不是要永久删除啊 好 因为这样子都没办法回复 好 OK 那是呢有时候其实不太建议呢 一下就把它通通删掉 好 因为呢 呃 反正丢在那边你也不会看到嘛 眼不见为净嘛 好 那如果呢 呃 不小心删 如果是一个不小心删掉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救的回来 好 那老师也许要问说 呃 好 结果呢 一旦有活动的话呢 你看这边就冒出来这个东西了 好 也就是说呢 呃 你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好 我先把它打叉 好 你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看到 好 其实这个功能蛮方便 特别是说你如果呢 呃 有学生丢东西给你的时候 好 你要呃 你要看一下 好 最近呢 他们的交作业的状况如何的话 好 你可以呢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i 有没有 好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可爱的i 你把它按下去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一坨拉鼓的 好 这个就是他最近的活动这样子 那最近活动都是我自己啦 好 那如果不想他站版面的话 这个打叉就把它去掉 那再按一个i 他就又出来了 好 就这样这样 OK 其实有时候想想 这全部都是在网路上面好耶 你觉得是不是很厉害 好 然后呢 现在的话大概差不多啦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在电脑上安装 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他问你的那个东西 也就是说你随时想要这样做 其实都还可以啦 OK 好 那这个就看个人喜欢啦 像我的话我是觉得没有问题啦 但是有的人很怕说网路不通啦 什么一大堆的啦 OK 所以他们还是都会装个备份 好 那我有时候是比较 比较皮一点啊 我都不管这样子 OK 好 那这就看你自己啰 你如果想要装个备份 比较安心一点的话 你就在电脑上装啦 OK 好 那刚才那个丢垃圾的那个地方 可能老师会有疑问说 那比如说像这个 我的云端硬碟里面这个东西 我如果后来呢 不要用了 我把它扔掉怎么办 要怎么扔 很简单嘛 你只要一把它勾选起来 上面这些就出现了 有没有 好 比如说呢 你要把它移除 这个就是垃圾桶 对不对 好 比如说你要预览 它长什么德性 有没有 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 打插 就把这个预览的画面关掉 其他 比如说呢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功能 可以慢慢的看 那 比如说像什么 共用啦 这样子 移到某个资料夹啦 你要把它改名字啊 或者是呢 这个 有时候你要把它 你不希望它一下就变成 一个已经看过的档案 然后你要把标识程式还没有看过的 OK 或者是呢 建立副本 这个地方 它也很方便 就是可以立刻建立一个副本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立刻 立刻做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 然后会叫做20140708的副本 这样可以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下载 下载的话会有不同格式 通常呢 像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们下载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DOC 对不对 当然还有别的 但最常见的是DOC OK 或者是移除 也可以在这里做 不过最常见的话大概像这个 还有这个的话就是移到某个资料夹 也可以在这里做 OK 所以你只要把它点选起来 记得要点选 你不要没有点选 然后在那边说 我为什么找不到 这个常常会有很多老师犯的毛病 你觉得呢 电脑画面上面所有的东西 都会因为他的一声咒语 就会突然出现 或者是呢 他用他的念力 就想要让他出现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做点事情嘛 对不对 OK 好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这个档案点起来 然后呢 一些工具列 一些功能才会出现 而不是你呢 什么事都没做 然后就说 芝麻开门 工具列出现 那样子不会出现的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呢 如何建立资料夹 还有分享 OK 不过我想 不知道各位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应该还好吧 好 那是不是可以自己练习做一下呢 好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呢 这个下集 我们再来看呢 怎么样来建立资料夹 还有分享资料夹 OK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